嗨 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好嗎?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個主題 應該是大家都很感興趣的 就是到底Banky是不是老鼠會 這個產品它從2018年11月推行到現在 也有兩年半的時間了 那到底這個污名或者是說 大家到底對這個所謂的老鼠會的定義 是不是有足夠的理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議題 也是因此我想要趁這個機會 就是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自己對這個產品真實的看法 讓大家就是以一個比較重力的角度去理解說 到底什麼是老鼠會 或者是說Banky它真的是直銷嗎? 或者是說我可不可以從Banky裡面去得到一些額外的好處 所以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事不及時就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來聊聊就是 老鼠會的定義是什麼 那麼我們理解中的Banky這個產品 它是嗎? 好 就是Banky的社群圈的機制 是不是就是像老鼠會一樣 就是越圈越多人 那麼第一層的人可以拿到最多好康 是這個樣子的嗎? 好 那等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像這樣的金融商品裡面去賺取我們的利潤嗎? 或者是說如果要的話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子操作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題 也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包括最近有很夯的那個2.6%高率活儲 或者是甚至是你用LiPay有2200點 加上寶可夢給你的200就是2400元的回饋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來看看這一支不說假話的影片 你就知道了 好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來解釋說到底什麼是老鼠會 其實老鼠會就有點類似像這個所謂的金字塔 你就是看到剛剛畫面上這個東西 就是說 頭的那個人呢 他就是創始者 那麼他下面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分支 那麼越來越多的這個所謂的階層下去的人 他們如果有繳錢或者是繳會費什麼的 這些錢就會以比例一直不斷地不斷地回去 所以第一個階層的人 他其實就是可以是賺到最多回饋的 所以這個老鼠會的定義 其實你也可以看一下我畫面上寫的這個 他其實叫做成鴉式的推銷 或者是說金字塔式的騙局 就是Paramid Scheme 就是這樣子 那在台灣的話 他會有一種說法叫做老鼠會 因為他是無法持久經營的 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說 他其實是沒有這個所謂的產品 因為大部分老鼠會就是說 比如說你進來你繳會費一萬 比如說十萬塊好了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你只要再拉一個人 他就退用五萬給你 你只要拉兩個人呢 那麼你就拿到了你當初繳進去的十萬塊錢 那麼你再多拉越多人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更多的好康 所以這就是老鼠會或者說是龐式便局 他基本上的這個所謂的架構 所以你對這個產品如果有了解的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他好像跟有一種東西還蠻相似的 這東西就是所謂的直銷這個東西 那直銷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我不陌生 因為我爸爸他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歡去搞直銷 但是我說真的 真的做得起來的人其實是蠻少的 因為像我爸爸他就失敗了 他當初有時候為了要囤積那些商品 他也花了好多錢刷卡去買 那是我大學時候的事情 所以在我成為寶可夢之前發生的故事 我就會覺得說這東西好糟糕 就是害我們家就是我爸爸 要背那麼多的債務 然後那些商品又可能賣不出去 一直在家裡面囤積 所以我覺得直銷這個產品的話 他可以使用到這樣的機制 他可以去想辦法是鼓勵你 讓你可以就是更快的財富自由 或是年收入百萬之類的 但是問題是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 所以直銷這個東西的話我其實都還是打一個問號 就是有一個持保留的態度 說真的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我對直銷沒什麼好感 那回來看我們這個 剛剛講的老鼠會的定義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一層一層的承壓式 然後像金字塔一樣 他的組織團隊或公司 其實是沒有提供足夠的市場 或者是商業利益的部分 他可以讓你有一些好的產品跟價值 那麼他的確是會是所謂的老鼠會 比如說他跟你講的是一個投資 然後就是你找一個人進來 你又可以拿到多少之類的 所以這東西其實也都是拿後面的人的錢 然後來給你 那這基本上就是所謂的龐氏騙局 就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對老鼠會有一個明確定義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Banky這個產品 你就會發現其實他有一個很明確的 這個所謂的核心的商品 比如說他就是一個金融服務 他其實就是一個銀行推出來的東西 只是說他把這個時下最流行 或者是年輕人最能夠 比如說追尋夢想的這所謂的直銷 去按利還是一些其他有的沒的 我不是說他不好 而是說他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駕馭 他是蠻辛苦的一種獲利或是賺錢的模式 對 那麼在Banky的社群建源機制裡面的話 他沒有要求你要繳會費 所以他不是拿後面的人錢來補貼給你 那他也不是多層次傳銷 因為他對手就是一層而已 就是如果我是圈主的話 那麼我下面就會有一層是我的圈友 那我的圈友他如果再去邀請親友加入他那一圈 其實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其實在第一層就切掉了 所以他不是多層次傳銷 所以你下面的那些朋友的存錢或者是刷卡 或者是貸款的費用 其實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他其實就是很單純的就一層 那麼他為什麼要去設立這樣子的一個金融產品 好當初我在跟他們這個製作單位在聊的時候 這個產品研發的單位在聊的時候 他們有講說他們其實核心的目的 所以他們就是希望能夠藉由這個產品來幫助一些小型的中型的KOL去成功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才會去發想這樣的東西 就是讓比如說寶可夢來邀請身邊的親友或者是粉絲來使用這個產品 那麼讓我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去達到財富自由 或者是讓我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麼以我目前使用兩年半的角度來講 他的確是成功了 因為他的確能夠讓我可以拿到一些比較好的比較優渥的一些回饋 基本上的確是這樣 包括我現在直播的這個我的MacBook的器材或者是iPad 其實也都是在Benkey的產品裡面去換到的 所以這點我的確是要感謝Benkey 但是呢這個產品到底是不是適合每一個人去使用 那我就必須要打一個問號了 因為他其實也是非常複雜而且困難的一個商品 等一下往下看就知道了 那Benkey他有哪些社群回饋的機制 他其實就是有最主要有三種 就是第一個是刷卡 第二個是存款 第三個是貸款 所以你如果有這三個產品的話 你在這三個產品都有不同的回饋機制 可以去拿到一些屬於自己的回饋 像最早期的話他的刷卡的部分 他其實是只有0.15 那你就覺得說天啊我們大戶都有2%回饋了 我怎麼可能會去用這個所謂的0.15%回饋的東西呢 我們都知道我們如果要買投資商品的話 我們要買的是內扣費最低的 那像這種的話我們才有可能最大程度的去存下我們的錢 但是如果在消費性的產品 比如說信用卡上面 我們要選擇的就是回饋率最高的 所以其實是倒過來的 那Benkey他早期推出來的產品只有0.15% 說真的這個數字是非常非常難去讓人家理解說 為什麼我要去搬一張只有回饋0.15%的卡片來用 所以那時候我個人覺得他這個產品當初的設計就有問題 因為你真的很難叫你的親友搬一張卡片 但是回饋率只有0.15% 他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刷卡的金額的0.15%會到你身上 所以你就叫他們用嗎 所以這是說不過去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在去年他還把產品有做了提升 比如說你只要有申請數位帳戶 並且就是申請自動扣繳帳那個信用卡款 那麼你的刷卡回饋率就是國內1.2海外3% 那就至少還是一個比較好看的數字嘛 那當然現在因為台灣信用卡競爭非常激烈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的刷卡回饋率都往上提升到 比如說國內2%海外3% 不管是點數或是現金回饋都至少要有這樣的水準 所以Banking這個產品如果你是拿來刷卡的話 他的回饋率如果以1比1來講就是只有這樣子 就覺得好像還是蠻弱勢的 但是他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他有一個這個所謂的點數放大的機制 他不是回饋這個刷卡金到你帳上 但是如果你是他有分為123455個不同等級 如果你自己本身綁定的存的錢越多的話 那麼其實你每個月可以兌換的精湛點的商品 就是點數好幾倍放大 所以他也是用了一些比較複雜的機制來希望你去存錢 那麼你錢存的越多其實你可以換到的獎品就越高 那無形中你的刷卡回饋率其實大概就是國內6%海外15%之類的 在等級2的時候的這個回饋率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你如果對這個產品有興趣的話就是可以稍後來掃我的QR Code 我這邊最後會放這個產品的QR Code 你有興趣再去了解這樣子 好但基本上的話他的產品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你刷卡的部分的話就是一般基本是國內1.2海外3 但是如果你有搭配數位帳戶來使用的話 你的回饋率在網上激增最高的話就是10倍放大 就是國內是12%回饋海外是30%回饋 好那你也會想說哇38回饋那是不是拿來做投資就還蠻爽的 好比如說拿來投資Etorro之類的其實是可以的 我也有使用Banky的產品來做投資 這基本上是刷得過的點數也拿得到 所以是可行的那第二個話來聊一下就是他的存款 存款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機制 我也想說來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寶可夢這一團裡面到底存款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現在就是看一下這個APP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值的投影 有沒有好來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現在登錄了 好那我的APP裡面其實你會發現說登錄進去 你他這邊有看到就是我的存款利率2.6%部分是 你看一下是多少 各十百千萬五百萬 寶可夢的金額五百萬裡面都可以拿到這個2.6%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他這個社群機制設計的 就是還蠻令人覺得讚嘆的地方 就是說他現在的活動是 如果你有邀請兩個親友一起來使用這個產品開戶的話 那麼你們三個人都可以拿到5萬元以內的2.6% 就是他這邊我開這個畫面給你看的2.6%馬上有的這個活動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5萬的額度 每個月通通都可以就是2.6% 好上限是5萬塊錢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比較有影響力 你可以邀請更多親友來使用的話 那麼你就看到我上面第一行寫的社群圈的優惠等級是500萬 500萬以內每個月存都可以拿到2.6%的回饋 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那其實就是說他的這個Banky的玩法就是這邊 比如說我下面有找了兩個親友 我這兩個親友每個人都存 比如說這邊第二 第0的等級是1萬元以下 各10百千萬 10萬對 好如果你我下面兩個親友各存5萬塊 我找了兩個人他們是10萬塊 好的話 那麼我自己的這個存款急劇 就是1萬塊以內都可以拿到2.6% 好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玩法就會變成有點類似 由下限的存款急劇來決定我自己的這個高利活儲的額度是多少 好所以其實他這樣子的玩法就有點類似是 呃剛講那個所謂的行銷階層是 我下面的圈有的人的所有人的存款急劇 那麼就可以決定我的這個每個月的高利活儲的利率是多少 好那再回來看一下這個表格你會發現等級13 好這個各10百千萬 10萬百萬千萬 1億元1億元以下的話呢 寶可夢本人就可以拿到500萬以下就高 500萬左右的高利活儲的上限 這已經是最高等級了 也就是說其實寶可夢已經做到了 就是我這一團的話 因為我下面的圈有非常的多人 好來給大家看一下多少人好 這不是炫耀是說 如果你真的很認真推廣的話 其實是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急劇的好 就是我這邊的話你看一下推薦好 然後你看現在是2604 我按一下社群圈給大家看看 目前點擊的人數點擊我半卡連結人數有26928次 然後還在申請中人數有61人好 以及合可的人數是2605人好 所以其實這個數字是非常的驚人 如果每個人都存5萬的話這樣算一算的確是 的確是會超過這個1億元左右的這個錢 在這個banks數位帳戶裡面 所以他這個產品的話 他的存款的部分是可以這樣子玩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回到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對好這個貸款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有這個所謂的社群圈的機制 所以但在貸款部分他們還沒開通 所以就還不能夠去評論說到底怎麼玩 好但基本上的話就是刷卡存款跟貸款這三個東西 combine在一起就是所謂banky的整個 呃產品的核心 也就是說你如果邀請越來越多人去使用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更多更多的回饋 所以其實是這個樣子就是邀請親友來使用banky的產品 親友越多人的回饋就越多 他的基本的核心概念還是一樣 他其實沒有改變 只是說對於我們一般消費者而言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裡拿到一些什麼東西嗎 或者是說banky如果他這樣子去玩的話 他的利益到底是什麼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好那在這邊的話來跟大家簡單做一個解釋 其實就是呃一般銀行他們如果要賺錢的話 其實靠信用卡怎麼賺 就是你如果拿這張卡片刷越多 他可以從中間的金流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所謂的呃末端的商家 可以收到1.55%到2%的交易手續費 所以他的卡片如果發卡量越大 刷的人越多 他可以從中交到收到交易手續費 這是他的第一個來源 第二個是如果大家都拿來存錢的話 那麼他可以拿你存的錢去放貸 或者去做投資好那這中間所賺到的錢呢 這個利差就是他自己本身可以可以回收到的錢 好所以這就是呃銀行Banky在做這個產品 他的利益是什麼但是顯然就是他還需要 再去撞到他下面的這個某數的範圍 因為其實推了兩年半以來我覺得呃 台灣使用這個產品的人還是算少的 像我這一團也不過才2600人 但是寶可夢粉絲數可能已經有呃 大概現在已經有五萬四五萬五千個讚了嘛 在我的粉絲頁裡面 但是你看這中間連百分之一五千人都沒有 所以是百分之零點五的轉換率而已 就是很多人其實還是都沒有在使用這個產品 所以他其實還是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去拓展的空間 只是說看你自己覺得需不需要這個產品 需要這個產品的使用這樣子 好再來的話就是說呃 想要回答大家剛剛講的問題就是你可以從這個模式裡面去賺錢嗎 那我直接跟你講就是這兩年半以來的觀察 答案就是不行 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 這邊有跟大家解釋 如果你是網路意見的領袖 你是KOL 那麼你的確是有影響力的 你就有可能藉由推廣這個產品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粉絲 因為相信你而去使用這個產品 那麼你就有可能可以呃 有自己的穩定的社群圈 但是如果對於一般人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平常也沒有跟什麼親友打交道 那你要怎麼說服他們去辦信用卡 或者是開戶呢 這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般人如果呃 沒有自己的影響力的話 那是很難去做到這件事情的 好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是在你的朋友圈裡面 是呼風萬語的核心人物 那麼我覺得你也有可能可以推廣這個產品 但是呢他也是很吃你的影響力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呃 不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就是呃 你平常就有在做善事 所以當你推這個產品的時候 你的朋友相信你要他就會辦 好就是這麼簡單 那說出來就是這樣子 好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如果你是生長在一個人定旺盛的大家族裡面 那麼呼風萬語隨隨便便 就是六七個手足 六七個兄弟姐妹 那麼邀請他們叫他們來辦卡 那也是可以的啊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不是生長在一個大家族裡面的話 那你比如說你你只有爸爸媽媽 你是獨子或獨女 或者是你只有一個壽主 那你到底要怎麼玩這個活動 就很難啊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品的話就是 對一般人來說是比較有門檻的 所以他在早期推廣的時候 都是希望你要去揪人揪人揪人 那就很非常非常困難 然後所以之前成效就比較差 那現在的話就是比較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你可以像直銷人員 就是發揮A三吋不爛之蛇的功力 那你的確也許有可能可以成功 但話說回來就是這個產品 你會願意為他這樣赴湯到火去做這個所謂的宣傳嗎 好像也沒有到那麼的那麼的極端 所以可能大家的那個欲望或動力就比較少 所以這是比較比較難的部分 那目前的話呢其實也是要看產品的本質 如果他這個產品的本質 是讓你覺得有欲望要去做推廣 那的確是可以 那我覺得從他2018年11月上市以來 到現在過了兩年半 他的確是產品有越變越好 比如說之前的刷卡回規律只有0.15% 那他現在變成了1.2跟3% 那再來的話就是你現在揪人辦卡 你也可以拿到100.9 points點數 所以他現在辦卡的部分是有所謂的MGM活動 所以你們如果從我這裡來我可以拿到100 那我會幹嘛呢 我就會把我賺到的點數再拿來灑回去給大家 就是這樣子 所以當你要推廣的時候你也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就是你的朋友來你請他做個業績辦個卡 那你就請他一杯咖啡 就是這樣 所以我早期也是這樣做起來的 我相信如果你有誠心也願意用這種方式去做 其實也是有一些親友是願意支持你一下 然後大家互惠互利 這就是所謂互利共享的精神 所以這種方式是可以做的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開戶 現在開戶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薄利時代然後就是經濟不景氣 大家不喜歡花錢不喜歡辦卡 但反而願意去存錢或者是 享受這個所謂的存錢高利的活動 那Banky其實就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存5萬以內就是2.6%一個月 然後連續6個月給你 所以你連續6個月下 你大概可以拿到650元的利息 每個月就固定給你103 104左右 就是每日寄息每月給息 所以我覺得這點就對小資主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就是4月1號活動一上限 到現在6月了嗎 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本團就多了1000多人 都是為了要開戶而來的 那我也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就是說 在我們大家經濟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有銀行願意放低它的門檻 並且讓大家一起來開戶 一起來存錢 他們多支付一點利息出去 也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這樣的企業 其實現在就算是還蠻佛心的 因為個人的觀察其實 遠東銀行其實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的大方好嗎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這兩個活動 不論是先辦卡或者是先開戶 其實都已經有到相當某種程度 是可以讓你開始去助手或者去了解的這個動機都出來了 因為一般其他銀行的高利活住 數位賬戶可能也沒有辦法給你到2.6%那麼高 那由於這個就是預算的關係 他就一個人只能給5萬了 但是你也還是可以去試著開戶跟使用看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一個使用方式這樣子 那這邊最後的話就是跟大家提醒 本團寶可夢還是有做一些加碼 然後我也有做一些很詳細的這個介紹跟分析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了解這個產品更多的話 非常歡迎你就是掃碼 然後來這個閱讀一下相關的寶可夢寫的這些文章 你可以更明確的去了解這個產品這樣子 所以今天的話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說 到底什麼是老鼠會 Benkey到底是不是這個樣子 或者是你如果是新手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拿到屬於你自己的好康 就是今天的主題 那麼也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這個內容 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我的文章 或者是我的影片的話 非常歡迎你就是下面的這個subscribe 訂閱一下 訂閱完之後呢小鈴鐺記得開起來 那麼每天都會有最新的金融卡實事評論 在等你喔 好不好 那就先這樣子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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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